在大大的雕像海报前一字排开 文化部长李远亲自访问日本 因为台湾国宝飘洋过海 来到日本展出 日本不管在电影 音乐 还有漫画 还有博物馆 美术馆 各方面跟台湾都非常接近 以国宝的身份第一次出国 就来到自己的母校 我觉得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回到创作的原地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个名称为干露水的裸女雕像 出自台湾第一位留学日本的 西洋雕塑家黄土水之手 以等身大小制作 少女从直立的棒壳中挺身而出 刻画成熟女性之美 干露水这个作品在一百年前 关东大地震没有震怀 然后回到台湾 消失了五十年之后 又被重新找到 它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 黄土水曾经在这里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艺术大学就学 那么她的作品被列为国宝 那么这次是第一次来到日本 回到母校展览 就连日本文部科学大臣 都特地委托妻子 带亲笔信来表达祝贺 除了出席展览开幕 李远也拜访了有台国会议员 古乌龟思汉赤松建 以及东京国际营展主席 安藤玉康等重量级政界文化界人士 用台湾文化软实力 深化台热交流 环宇新闻事实话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